2021年11月21号 我又来到了宁波国际赛事场 大家好 我是骑士加车手张子怡 这次来赢赛主要是两个目的 第一就是昨天晚上我们见证了 领克在WTCR取得了三连冠 拿到了2021赛季 拿到了车手和车队的总冠军 双料冠军 拿到车手和车队的总冠 然后今天上午呢 款家又安排了一个简短的赛道试驾 我主要是试驾了两台车 因为这两台车之前我都没有试驾过 就是我身后的 一台就是绿色的领克零五家 然后另外一台就是这台蓝色的 零三家的三版 这两个车呢 是今年新推出的两款车型 而且他们的价位相当 今天这些视频 我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两款车 既然他们价位相当 大概都是23万多起步 然后顶配上是25、6万的一个价格 那么你选择谁呢 首先呢 我开的是这个零五家 解释来说 这个车上了赛道之后 它给我第一感觉就是 它比普通的零五 底盘的紧致感更好了 虽然这个车身高度没有降低 但是呢 它的稳定杆的硬度都变得更硬了 而且蓝房的硬度变得更硬了 所以它开起来 这种那种运动型车的感觉 前脸部分有一点点小小的调整 就是这个猪毛和普通的零五 有一些区别 那其实它整个的配色 这个绿色相比来说 是更加的年轻运动的 然后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台车的一些细节 这个轮圈呢 20英寸 它是一个锻道的轮圈 然后里面的刹车卡弦是一个大四火塞的 Atecoro的一个卡弦 它的尺寸非常大 而且实际证明它的制动效果也是非常棒的 轮胎 轮胎这台车踩的是不合一 尺寸达到了255的宽度 整个侧面的线条没有变化 但是绿色加黑色的这个配色 还是很帅的 然后车尾 车尾这台性能套装板呢 它安装了一个尾翼 这个尾翼是全碳纤维的 包括下方它的四出排气 是方形的尾管 而且是薛飞的一个处理 后面还有一个小的扩散器 那这个呢 就是05加它整个的一个外形设计 第一眼看上去 可能会觉得这个绿色有些太过乍眼了 但是当你看习惯了之后呢 我觉得这个绿色还是非常出跳的 我们现在拉开车门去车面看一下 OK 坐到车内 整个线条没有变化 但是仪表 看一下仪表 它采用这种特殊的造型 有别于普通的领克05 然后需要找种说明的就是 它的驾驶模式选项 现在变得更多了 它一共有六种驾驶模式选项 比领克05多了一个 性能模式 你看 现在一共有经济模式 舒适模式 运动模式 性能模式 个性化模式 还有越野模式 然后来到赛道之后呢 我们会切到性能模式 然后ESA呢会问你需不需要进入到这个运动模式 当然这个ESA也可以通过车辆系统去进行一个调整 整个它的仪表盘 我觉得它是比较炫酷的 会实时显示放弃功率和扭矩的输出 右边呢是自家功率265马力 左边呢是380牛米的一个峰值扭矩 相比于普通的领克05来说有一定的提升 座椅仍然是一体式的赛车座椅 刚好运用了翻毛皮的材质 包括绿色的安全带 看上去都更好了 现在呢我们就把车开上了宁国的赛道 我先驾驶的车型是领克的05家 这台车呢用了T5的EVO的发动机 所以它自家功率有265匹马力 之前我没有驾驶过 这台车呢一共有6种驾驶模式 之前驾驶过领克05 但是它新增了一个性能模式 所以呢一上来之后呢 我就直接选择了性能模式 在这个模式下它的排气阀门会打开 用了性能模式之后呢 第一圈由教练带队 我的ESC选择了默认的标准模式 并没有用运动模式 一会儿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会切到这个ESC的运动模式去看一下 它的整个车辆的动态表现如何 轻轻踩了一脚刹车 然后马上就有降挡补油的声音 宁国这条赛道全长超过了4公里 它的整体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因为是这种半山路的赛事场会有高低的落差 也是非常好玩的一条赛道 整个车的自信巡航和AEB现在没有关掉 所以它预判道和前车的距离正在接近的时候呢 会有一定的报警提示 整个05家的油门响应比领克05要更快一些 尤其是在性能模式下非常的明显 而且它的中段扭力输出也要比普通的家用车要好上很多 整个底盘的高度虽然没有进一步降低 但是因为它的防径杆都加粗了 稳定杆加粗了 然后弹簧的硬度也更硬了一些 所以开起来之后 在过弯的时候 你会觉得侧向支撑明显比普通的家用车要更好 刹车的脚感也非常的不错 这个前大四活塞的阿基波罗的这个卡钱确实非常的给力 转战的领克05家的试驾就结束了 因为今天确实是下雨 整个地面非常湿滑 所以在进弯的时候呢 前轮很容易会出现一点点打滑的这个现象 简单来说一下它的驾驶感受 赛道里面整台车开起来 确实比普通的家用车要更加的运动 然后这个变速箱在性能模式下 它的降到反应也是非常积极的 今天呢也因为雨下特别大 没有去激烈的驾驶 但是在这种赛道里面去皮特盘的驾驶的情况下 我觉得它的刹车表现其实给我的感受是更好的 而且它的底盘感觉是比较硬 然后米普特1的255的轮胎抓地力呢 相比来说还是不错 在雨天的车里面来说也有一定的保障 整个发动机的动力响应比领克05要更加积极 其实领克05在马上开起来 在运动模式的时候就会给你一种特别特别快的一个感觉 然后这台车在性能模式下 它的整个排气声音会变得更大 看起来会更有运动营车的那种感觉 那么相比来说隔壁那台领克03加的散板又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下车去看一下 好 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03加的散板 这个散板它采用了WTCR赛车经典的一个散蓝色 外形方面和领克03加没有太大的区别 但是还是能够一眼辨认出来 第一个就是它的轮圈的尺寸是一个熏黑的轮圈样式 然后轮胎呢 这台车是米其林的PS4S轮胎 轮胎的宽度是245 19英寸的轮圈 刹车依然是Archibor的一个大四复赛的前刹车 尺寸非常大 这个和零五驾驶一样的 但是轮胎的选用 两个车有一些区别 后面呢 这台车原厂就有一个尺寸很大的尾翼 后脚轮板 这个在高速行驶的时候能够提供一定的下压力 而且它的角度也是可以进行调整的 我们可以看到 手动可以进行尾翼的一个三段式的调整 最大的下压力应该是可以达到169公斤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尾部的扩散器的尺寸不是特别大 然后依然是双边共四处的排气样式 这个和零三家也是没有太明显的区别 来 我们还是进到城内去看一下这个散板 它和普通的零三家有什么不同 进来之后呢 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不同 但是我们点会听一下这个声音 依然是排气的声音变得更大了 而且这台车它的弹簧的磅数加的更大 然后也是更换了前后的稳定杆 所以它的整个底盘质感会比普通的零三家要更硬一些 这台车依然是四十四驱的模式 然后发动机和零五家是一样的 265匹马力的最大功率输出 380牛米的风筝扭矩 变速箱依然是爱信的第三代8一体变速箱 博物华纳的第五代 十四驱系统 然后整个车辆在雨天驾驶的时候非常的安全 这台车一共拥有四种驾驶模式 我们看一下 在塞道模式下也是依然它会有一个颜色的提示 然后排气的声音会变得更大 我们看一下这个仪表 仪表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它其实主要开起来还是和零三家在驾驶方面有很大的区别 因为这台车它的输出功率不仅变得更大 而且它的整个刹车系统是全新的 所以制动系统的表现会更好 然后底盘的调教也更加的运动 排气声音也比零三家要更大一些 那么这个是它和普通的零三家最明显的一些区别 至于内饰部分 我相信前后排的整个的变化都不是特别的明显 因为毕竟普通的零三家已经非常运动了 而且这台车虽然是更注重于赛道驾驶的车型 但是它依然拥有这种丰富的主动安全驾驶 或者驾驶幅度的配置 所以这点是可以满足一般人在日常驾驶的时候 道路的一些安全性的 现在我驾驶的就是零三家的3M版 这台车采用的是和零五家同款的发动机 比零三家的发动机马力和扭矩都有了进一步的提升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这台车 它在刹车还有轮胎 以及避震器的调教方面都更加的接近于赛车 而且它原厂就有一个尺寸不小的尾翼 电动箱的反应确实还是比普通的零三家感觉要更快一些的 对了这台车还有一个很大的亮点 就是它前后采用这种Buston的时段可调的避震 那么你打开这个前放机舱盖 在左右塔顶的位置 你都可以去进行手动的避震器软硬的调整 你可以结合草山啊 结合赛道 结合日常驾驶 你可以调节不同的避震器的软硬 那这一点呢也是和很多的赛车是很像的 还有就是我刚刚说的它的刹车系统不同 那么相比于领克零五家来说 它多了这种避震器的软硬可调 这一点比领克零五家又更加激进 但是在今天这种下雨的天气情况下 两台车在宁波赛道的表现 我觉得都值得肯定 如果你不是那种天天去下载道 或者说常机经常去下载道的话 我觉得领克零五家更能够满足日常驾驶的一个需求 毕竟它的SUV的车身整个高度会更高一些 日常驾驶的通过性会更好 然后空间表现也会比领克零三家赛板要更好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更注重赛道的一个玩家 那么经常去下载道去调车去刷圈的话 那么领克零三家赛板确实能够满足你的驾驶需求 作为一个车手来说 如果同样价格 我推去选择哪台车 其实我自己可能会更加偏重于领克零五家 毕竟我要考虑到家用 因为平时下载道的话 可能会有赛车去开 可能去游比赛去跑 所以在日常驾驶的时候呢 我更需要一台能够兼顾到家用的 然后又偏重于性能的这种家用SUV 可能更适合了一些 汽车之家摩托车库正式上线了 下载最新版汽车之家APP 进入选车频道 点击摩托车库 看图 查价 查配置 做对比 众多工具任你选 快来体验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